有些民族他們的習慣就是當一個人刺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的屍體丟在大自然 讓鳥們吃掉 由這個天葬的靈感來 因為很多在這邊後來被處決的人 他們都沒有被好好的埋葬的機會 因為冰塊上面寫的很多數字 然後那個數字就是代表說很多這種關於人權的問題 就是在於就是政府或是很大的機構 他們常常就是把人的生命貶低為數字 然後像譬如說進來這些監獄的人 他們的名字 就是他們已經不讓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名字 然後就是以他們名字已經變數字來取代 我就是想要在展之前的一些 一系列的作品 因為我想要表達的是 其實這個人權或者是政治犯這些問題 不單單只有台灣 當然就是全世界都在發生 然後到現在還有 那台灣是很難得就是走出這一段歷史 然後現在已經就是 現在我們人權方面應該是 亞洲裡面算是最開放的 就是我們收入了一些歌 就是不同處境 在不同處境狀況下的人 他們就是分享一些他們家鄉的歌 或是表達他們處境的歌 然後這三個作品裡面 第一個是在尼泊爾的大地震的政災 然後第二個作品是在英國的拘留所 然後就是從各種不一樣的國家 就是他們有一些政治或是經濟的困境 然後他們就離開他們自己的國家 然後到英國 第三個系列就是在高雄港的一些 主要是東南亞還有非洲的漁民 我們喜歡的方式是比較是在一個很輕鬆的狀況下 不是想要訪問他們或是 不是想要在短時間裡 想要他們講一些他們很私人的事情 就是這不是我們的 就是這一次的工作方法 然後所以我們是想要在很比較輕鬆的狀況下 就是想要他們跟我們分享一些 他們自己喜歡或是可以表達他們處境的歌 然後這些歌後來我們在整理的時候 就覺得內容其實都是 內容其實類似就是主要是跟他們親近的人 或是他們的家人分離的痛苦 我感到尋求你的 我感到尋求你 除了我愛你 並沒有碰身相對 我感到尋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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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sama janji kita dipadukan